龙婆红,大师生于佛丽2462年,龙婆红大师一生严守戒律,修为极好,是避嫌法门的宗师,近年顶尖的高僧,龙婆红也是泰国顶级圣僧之一,师父被称为宝相神僧。 小时候的龙婆红,是一个勤奋乖巧的孩子,对父母非常尊重,从小就帮忙父母亲工作耕田收割,一直到18岁成年,父母拜托他去出家为僧,因为他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,怕他误入歧途。 而龙婆红是一位,非常有骨气跟勇气的人,他就接受父母的建议,打算出家为僧七日的时间,过了三天之后,突然看到一群陌生男女有老有少,过来拜托他为他们念经祈福,龙婆红回答说,我没办法为您们诵经祈福,因为我才来几天,还不懂得怎么念。 那群人就回答说,高僧您不会念没关系,请您尝试看看念普通的经文三遍,您自然就会念了,龙婆心想,这段经文自己懂得就照着他们的建议去念,没想到如有神柱般朗朗上口,那些陌生百姓就像听到天乐一般双手合十,笑着跟他打谢,随即一下子时间龙婆回过神来,那些人就有如空气般消失不见了, 龙婆红大师怎么也想不明白,为何他从未学过经,急朗朗上口,主持大师说,那可能是他上一世就去有的,与佛有缘,他了解之后,从原先打算出家七日,继续为僧至二十岁,百姓对他取了个封号,聪明且智能的龙婆,而且由佛寺主持,龙婆变大师,龙婆真大师,为龙婆红大师,主持正式成为僧侣的仪式, 龙婆红大师成为正式僧侣后,开始慢慢钻研各种佛法,他出家三年之后,就到外地跟深山林内去云游修行,他最喜欢去别人不敢去修行的地方修行,例如坟墓地,他认为那是最恐怖且混乱的地方,凡是僧侣过了这一关,心里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平静, 一般泰国僧众是过午不时,中午之前,吃多少都可以,但大师一天竟都仅是一餐而已,炸火之时,有一个像西瓜一样大的炸弹,不知从何而降,从一个屋顶慢慢往下滚动,村民都想说必死无疑了, 结果当炸弹落地时,村民听到很大东的一声,大家闭上眼睛等死,结果没想到炸弹竟然有一半埋到地里,坚硬的土地怎可能会变软泥,原来是龙婆红高僧的法律,造成了这个现象,龙婆红制作了相神与四面佛, 有招财,人缘,转运,增加财运及智慧,助学业,因其将人与相的智慧相结合,佩戴固有大智慧,投资理财头脑清楚,招财必显,性格和善仁慈,定会大富大贵,背面是四面佛,有求必应,心想事成,龙婆红在二五四一年生日时, 读治了一批佛牌,其中包含了药师佛,自身法香等,高僧龙婆红师傅,于佛历2558年3月5号十点元祭,享年95岁,愿大师的佛牌给更多人带来福祉,点个关注,带您了解泰国南传佛教。